想要多花一點時間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謂的精準醫療 Precision Medicine這個議題 所以說我下午有另外一個8分鐘的演講 短講啦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是教育大學生物資訊所的博士或研究員 我是最近講到博士的 我是一個生物資訊學家 那個精準醫療這個東西其實跟我的研究領域是其實相關的 而且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所以我是希望可以在台灣能夠整合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跟全民健保資料庫 這兩樣東西 他們其實中間有很多的困難在 中間有很多的需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我希望能夠參考那個 美國的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計畫底下的 一個東西叫做Sync for Science 這種手機APP的設計 它裡面呢是說 就是說我們一般在做科學研究的時候 有人願意提供簡體 就是比如說讓研究者抽血或者是取代部分的糞便 或者是那個取代部分的藥液血清之類的 然後來讓那個研究者做大數據分析 但是其實這種流程其實是非常的不完備 那所以說美國為了要解決這種問題 所以他們就正在發展這種 這個叫做Sync for Science的APP 那它是可以讓每一個研究參加者 志願 donator 或者是patient 它可以透過這個APP 去統一說分享自己 病例資料中的哪一個部分 比如說我以前小時候氣喘病讓醫生看過哪些藥 我可以去跟透過這個APP去交測說 我想要把這個資訊分享給哪些研究計畫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想要再進一步改善這個系統 是想要把一個日本在開發的中文 日本在開發的那個非營利的手機遊戲 中文化之後跟這套系統整合在一起 然後在台灣運用 詳細我下午會繼續講 那總之這其實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坑 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 所以我會需要有法律相關的人才 政府機關相關的人才 然後還有我也會需要手機APP跟手機遊戲的開發 開發人員跟日文溝通的人員 因為我正在跟這個日文遊戲的開發商在溝通中 他是以為儀式叫實景儀式這樣子 那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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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